大家好,我是依宁妈妈 今天我们用糯米粉做个简单又快速的早餐饼 不用发面也不用醒面 全程可能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轻松的搞定 准备300克糯米粉 加入50克面粉,10克白糖 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少量多次的加入230克开水来烫面 由于糯米粉与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水量要适当的增减 搅到没有干粉时下手揉出面团 揉成团以后再移到面板上将其揉搓细腻光滑 最后揉好的面团是偏软的状态 不用醒面,揉好以后直接将它搓成一个长条 搓好以后平均分成12个等分面积 面积的大小你可以随意 切好的面积又盖上一层保鲜袋防止风干 取一块面积在中间按出一个坑 做成鸟窝的形状 放上适量的豆沙馅 或者是其他你爱吃的馅料 虎口钻洞轻轻向上收拢 将口拧合盐式 再次团圆 团圆以后滚上一层清水 再蘸成一层白芝麻 双手将其按成一个小饼 饼的厚度大约是3-4毫米左右 油温微热时下入做好的饼坯 盖上盖子用小火慢烙 烙一分钟左右 饼坯已经定型 将它翻面 再次盖上盖子 再用小火慢烙 烙的过程我们要记得中途期翻面 使其受热均匀 上色一致 大约烙3-4分钟左右 将饼的两面都烙到这种金黄色 按压饼的表面 可以迅速的回弹 就说明已经熟透了 即可出锅 出锅以后 将每张饼都螺在一起 锁住热气 刚烙好的小饼 吃起来的口感酥香酥香的 又软又糯 里面的内馅还特别的香甜 因为加了面粉 可以综合糯米粉的粘性 吃着也会更加的容易消化 糯唧唧的口感 真的是无法拒绝 做法简单 零失败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一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